很多負責任的人,都懂得承擔的重要,結果未如理想,都會反求諸己 努力修正雖然先然都教求諸己,但自省不是自責 沒必要時事道氣怪責自己,因為若要活得開心正面 不應為下列這十二件事自責一 你的情緒,人總會有情緒,只要不受牽制 沒有所謂太多的,對你自己的工作太有熱神嗎?不是問題 你經常觸警傷情嗎?會哭,也不是你的錯意 你如何處理你的情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處理情緒 對不起,你聽到我在家裡大喊一聲嗎?不用為此道歉另外關掉電話去跑步 寫信給自己,只要有用,都是你的方法 別人的拒絕,人家不喜歡你今天的髮型 你的衣著,你的品味都不是你的錯 對的人都總會懂得欣賞 只要你要不把自己的品味加諸別人身上 你喜歡怎麽樣有關別人什麽事了? 少少挫敗,就算是大大的挫敗又如何了? 人總會犯錯,我們都懂原諒其他人 現在也時時候學習去原諒自己了 別人的環境,別人的環境比你好視別人的事 各有前因莫善人,硬要比較指示自尋煩惱路 你的需要,你在這段關係或工作中需要的 跟別人可能有不同,一樣米養百樣人 不要為你不同的要求而感到不自在 七、罪惡般的快感 如果你整天都在介意別人怎麽看你 而不敢去造仰自己愉悅的事 例如去約會、去Happy Hour 去遊山換水去狂歡 你只是活在別人的眼光之中 而不是在生活學懂接受自己 不用為自己的愛好到是八、做事狠糟糕 十隻手指有長短 我們每個人總會有些東西做得狠糟糕 天生理才必有用 不要只是想著糟糕的過去而忘記了 你也有狠捧的地方搞一點點的自私 你跟你自己的心靈是最親近的 不要因為覺得你花時間跟自己溝通而感到內疚 懂得自愛的人才會去愛人十 信錯某人、吸人背叛的感覺當然不好受 但他的行為是他的事 你的行為是你的事 不要因為吸人家騙過而不再信人十一一段結束了的關係 除了留下一堆教訓 你得承認一些人事不會永遠待在你的生命裡放下八十二 過去了的事 過去讓他過去 好消息事 不如快的事都乘過去 未來只有向前的一條路 而當下就是轉機 已經好好吧 再見 感谢观看